各位双方社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曹薇琪 今天要非常非常慎重 因为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中华民国国歌 中华民国国歌呢 其实他的 就是怎么说呢 他当初 他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波折 他才出现的 事实上呢 现在我们所唱的版本 他是在民国26年 他才被定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在国民政府成立 就是1911年 我们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 其实当时是没有国歌的 但是一国怎么可以没有国歌呢 所以就有非常多人建议 那最早呢 在1921年的时候 有一首《青云歌》 他的歌词呢 是出自上书的大传里面 他的歌词是这样子的 青云滥稀 揪漫漫兮 日月光滑 淡赴淡兮 他的意思就是 看到了这个五彩缤纷的 这个云彩 他表示国家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所以呢 当时由这个音乐家邵永梅 他所作为这个曲子作曲 这首《青云歌》呢 曾经两度被当时 被当作是中华民国的国歌 是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四年 以及民国十年到民国十七年 这两段时间呢 他成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歌 在这个中间呢 在民国26年没有正式颁布 现在的这个版本为国歌的时候 其实呢也曾经有过 就是很多人呢都建议什么什么为国歌 大家有的人说耳熟能详什么 所以在当时其实 因为那是北伐时期的时候 就流传了一首歌叫做 应该是《打倒军阀》 它是这样唱的 打倒军阀 打倒军阀 出列枪 出列枪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出列枪 应该是这样子 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曲调非常熟悉呢 没错 它就是法国的民谣 就是两只老虎的曲调 这首歌呢 也差点变成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歌 还好不是 不然现在就真的有点 有点尴尬 应该是这样说 它竟然是一个童谣 而且它的作曲 还是这个国外的一个民谣 至于我们现在所唱的 这个中华民国国歌呢 它的歌词 事实上是 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当时黄埔军校成立的时候 1924年 也就是民国13年 6月16号 它的最对第一期的黄埔军校的学生 开训典礼所作的训词 那么因为当时在对外征求歌曲 所以呢 这首这个国父的训词呢 就由陈茂军老师 他所谱的曲 后来这个就获选 那刚开始 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歌 当然我们中华民国是 当初是以党建军 以党建国 所以后来就有人建议说 把它变成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歌 在后来的很多时期里面呢 我们也不断的在广征 就是政府也不断的在广征这些歌曲 包括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国旗歌 也当也在那个时候 也曾经有被考虑过 要成为我们的国歌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就选定了现在 就是国父的训词 陈茂军老师所作曲的中华民国国歌 那讲到国歌呢 他因为是训词 那所以国父当时是以四个字 四个字来非常坑枪有力的 来教育我们的第一期的黄埔军校的学生 我们的歌词是 当然开宗民意就一定要讲 我们是三民主义建国 三民主义无党所踪 以建民国以敬大同 滋耳多士为民前锋 素叶匪泄 主义侍从 使情实勇 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 贯彻始终 我想在当时这是非常非常具有意义的 也要让每一个军校生 很坚定自己的信念 我到底是为谁而战 其实国歌是一个不是非常好唱的一首歌 要怎么说呢 因为它很慢 它庄严素母 它又是四个字来组成 那三民主义 当然我们在演唱的时候 不可以把它断掉 可是因为它慢 所以有的人就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 就他习惯他自己的呼吸 他就会唱 三民主义 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 不管你是以这个歌词上来讲 或者是说 你是以一个唱歌的一个角度去探讨的话 都不对 他其实三民主义是不可以换气的 所以基本上他应该是四个字 四个字的换气 那当然到了 姿耳多士为名前锋 我们在这边呢 这个陈茂军老师呢 他特地他写了一个所谓的修指符 姿耳多士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它唱成真正的修指符 变成姿耳多士 其实不是 要把它变得像是 我们在歌唱的技巧里面 就是所谓的音断气不断 怎么讲呢 就是 姿耳多士 为名前锋 只是有一点力度加上去 但是你不能把它唱断 那这里呢 他就变成是八个字才能呼吸 那 素叶匪泻 主义是从 又是一样又是八个字 再回到 始情始永 必信必忠 这个就是四个字 四个字来换气 所以我们其实在 小的时候 应该是大家念小学开始吧 在中华民国 我们念小学开始 就每天都要唱国歌 可是很少有人真正把国歌唱对 都是 就是大家听到音乐 就这样随便唱唱 其实这是不对的 那我们在行政院所颁布的 这个中华民国国歌里面 他规定的非常非常清楚 你只要是违背这样子的曲调 或违背这样 应该是说违背这样子的节奏 其实他就不是真正的 中华民国的国歌 因为国歌他就是固定的版本 他有固定的调子 就是C大调来演唱 那我因为曾经担任过 这个中华民国的 三军乐队大队长 那我也听以前的学长讲过 就是我们唯一一次 我们的国军呢 在信典里面 国歌移调 唯一的一次 是因为我们的 当时的李登辉李总统 因为他他的 可能他的音语吧 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当时我们 他C调国歌 因为C调国歌 我们的国歌到最后是 Sol Re Re Mi Do 有一个mi 对于一般人 可能会有一点点高 所以他那时候 要求乐队要降个key 降B大调来唱 所以那是两个key 我们只有那次 有为了当时的元首 做了国歌的仪调 事实上像有一些 民间团体 他们在唱国歌 都把它改了这个节奏 但是事实上 这就不算是真正的国歌 因为真正的国歌 是有一定的规格的 是行政院所颁布的 好 现在我就来为大家唱这首 中华民国国歌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起立站 站起来唱的 我们从小教育就是国歌要站起来 但是现在因为在露营 所以我们就先讲 大家就请见谅 三民主义 无当所踪 一千名国 已经到通 自耳朵时 为民前锋 宿野飞邪 主义是从 是情是庸 一心一德 观彻时中 刚刚在唱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国歌里面 总共只有两个副点 就是一心一德 贯彻时中 一心一德 贯彻时中 当然我们很多在演奏也好 或者我们在唱国歌的时候 他会把 会把最后贯彻时中变着 就是比较放慢一点 那但是事实上 整个国歌要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只有两个地方有副点 其他的都是所谓的八分音符 还有一个就是 已见民国已进大通 已见民国已进大通 他有一个声记号 有一个声记号 所以他只有半音 大通 这是有几个地方 就是在唱中华民国国歌 要特别注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